而新竹警方昨天凌晨巡逻时候则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在桥上抛锚上前盘查 结果有异状 这名开车男子的说这车子是他自家的半夜偷开出来晃晃 只是眼神闪烁在说谎 那么经过追查原来这是脏车 他偷手排车结果自己不太会开 车长来的啦 车子是不是偷的 不是那是谁的车子 车人抛锚就停在桥上 碰上几帮巡逻觉得怪怪的远景上前蓝查 车子怎么来的 偷的是吗 对话中眼见开车男子眼神不对还言辞闪烁 几经追问男子终于坦诚车辆是偷来的 而且还是自己不熟悉的手排车 偷来没开多远就在新竹旧东大路桥上抛锚了 好巧不巧又被巡逻经过的远景给发现 钥匙没有把你把它开走是不是 你会不会开手排 不会开嘛 所以他开到车会搭就是这样 不嫌熟那个汽车 手排车的操作 至于熄火在路桥上 深入追查后发现 窃贼想要开车回家 眼见路边车辆车钥匙没拔 就临时起意偷车 万万没想到 中途却因为不会开手排车 被警方拦查发现 最后还被窃到最嫌送办 记者颜蓉新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